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今天這次很高興從荷蘭回來 回到我外婆家田圍彩繪村 來參加這個彩繪的活動 很榮幸受到齊尾的邀請 來參加 一起來創作這幅荷蘭的貓 因為這一個巷子都是以 畫出你世界的貓為主題 那因為我在荷蘭住了好一陣子了 所以我就想把一些荷蘭的元素 介紹給當地的居民 還是各地的遊客 這次的發想就是以荷蘭為主題 所以我畫了風車 然後還有他們的名產 起司 腳踏車 然後荷蘭的國旗 這是他們農夫穿的衣服 然後當然就是以貓為主題 然後這是荷蘭的哈囉的意思 荷蘭的你好叫好耶 所以這次就是以荷蘭的貓做個成績 當然還有他們的國花呢 玉金香 那這兩個貓還有特別的意義 因為它是兩個男性 因為荷蘭它也是一個 算是蠻前衛的一個國家 是最 我不曉得它是 是不是最早接受一個多元成家的概念 但是在他們那邊呢 這種相同性別的人 他們結婚是合法的 然後毒品啊也合法 性工作呢也合法 所以呢就想 傳遞這個理念 給這邊的居民 希望這邊純樸的居民不要太介意喔 那也順便就歡迎大家一起來參加 這個田圍彩繪村的活動 然後畫出你世界的貓 謝謝大家 掰掰 下次見